大师兄,你惨了,Boss老哥要把僵尸扔在你脚下 我居然被击掉了,真是给他脸了 我这300毫升的暴脾气被你成功激活 这年头身上没点手艺,怎么闯荡江湖 你很会投资是吧,把子很准是吧 那我就再垫一根擎天柱,我就不信了,你还能扔上来 优质点啊,Boss老哥,你要擦亮眼睛,认准投敌 对对对,面你久足的是大师兄,与我们基地可没有半毛钱关系 还以为他的腐蚀球有多厉害呢 也不过如此,遇到我的擎天柱还是啃不动 有何,居然还在挣扎,怎么的,还想上述跟我斗地主啊 我好像又明白了,很有可能腐蚀球无法破坏制作出来的方块 我的齐天大圣,他喵的给我扔了一个煤气罐 不对,这家伙连续扔了三个煤气罐,还好我身手敏捷,灵活走位 我已经升高了几格,我不信他还能扔上来 我该说他蠢呢,还是该夸他固执呢 基地明明就在他身后,可他偏偏要和你较真 好厉害啊,我的擎天柱居然被他的腐蚀球咬去一大截 这货一定在腐蚀球上吐口水了 这回真给这家伙干几眼了 感染球僵尸一个接一个往我脚下扔 就这一格落脚地,他是怎么瞄准的 好家伙,小丑也上来抽热闹 既然你不要命,那我就不客气了 让沙漠之音送你回商场吧 镜头回到一分钟前,以我的视角看 这Boss是真的对你情有独钟 你脚下的小三丘,他硬是爬上去了 他再试图将小把按针上去 已经成功抵达你的脚下 腐蚀球在你脚下的方块上炸开 五颜六四的,笑死个人了 他面向我扔僵尸,僵尸却飞到大师兄的脚下 他这是在生动机器吗 还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用燃烧瓶帮他暖暖脚 打了这么久,他已经很累了 再拔个火罐就躺下休息吧 Boss哥的物资有点穷 掉落物还不足城镇上的不猎宝宝多 对了,这次防守怎么不见仙子的钟颖啊 那是因为他喝多了 躺在基地的床上起不来 我说的是你,不是我,成功了是 我孤身守卫基地却被你说成 哎,算了,小本本上八卦休达达 人生太复杂 再看你,一直在看着你 睡觉还是守护基地 只要我检查一下围墙有没有破选就知道了 我说你这人,不抓住我的小辫子 不罢休了是吧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查 你在战神的麾下当大头兵 就不能懈怠作战 现在的基地对我们来说是脸面 基地要是没了 那我们的尊严也将荡荡无存 所以守卫基地 就是守卫我们十年老玩家的尊严 你要是太闲了 就出去帮仙子寻找糖果场 不要在我这里捣乱 我明明在帮你照亮黑暗 你却说我捣乱 那我走,在家里都不再见我 我只能出门搂搂僵尸 挡挡惊艳了 这些散落的消防员僵尸 一定是觉得我孤单 特地来给我陪练 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消防员僵尸 手里拿的是什么 经过我仔细研究 翻阅点击后 终于明白他们手里 这种游行管子是什么了 那不就是一个游行锁吗 一般用来锁大门的 说你头发长 见识短你还不服 消防员僵尸手中拿的 不是游行锁 而是消防水枪 而且那些空虚僵尸 也是消防员 所以他们也会拿消防水枪 攻击我们 被砸到还是很痛的 你们在外面 不要只固执收刮物资 也帮我留意一下幸存子 要是能找到高级幸存子 我可以给你们买升级材料来还 对了 我的通讯录里面 一个幸存子都没有 我招募一些新的 正好屋顶上有一个 我去把他收入麾下 就让他做我第一将军 N级特制 是有点为难我 怎么了 又开始嫌弃人家的本级低了 是不是又不想要了 出尔发尔 小心没有幸存者 愿意跟着你 笑话 跟着战神小师弟成就伟业 不可能没人愿意 战神有最强的武器 还有最坚固的基地 哪个幸存子 会不愿意加入我们 我会证明 即使是N级特制 在我的指导下 也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军 我服了呀 被先者那张乌鸦嘴 一语成称 这家伙根本不加入我们 厉害了 小师弟 你被所有幸存子 加入了黑名单 要是幸存子能攻击玩家 你就是摸着最大的攻敌 我的亲大师兄啊 我劝你多点关心 多点爱 多吃炸弹补补钙 你们都有队员助攻和保护 我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你还希望我成为攻敌 人心怎么就如此黑暗呢